我们这次除了用那本电子书 微积分的电子书以外 其实那本电子书是工程数学 它不完全只是微积分 它涵盖的比微积分更多 所以我们这次除了用它的电子书以外 我会从这个电子书截录一些东西出来 那另外呢 我会自己补充某些我们想要讲的主题 那所以我截录的出来的东西呢 就放在和我补充的主题 就放在我自己写的这本电子书里面 那它的名称是专卫程式人写的微积分 那刚刚刚好中午的时候有同学来找我 那很意外的是 我以为是我们系上的 以前学长被荡了 然后要重修的 是有啦 但是也有建筑系的同学说要来修我们的微积分 那在场有建筑系的同学吗 OK一位 还有没有 OK 没有了 那原则上我们的微积分会特别为 资工系的同学设计过 所以教的内容跟建筑系所想要的微积分可能会很不搭 OK 我举个例子而言 建筑系所需要的微积分其实跟我们工学院的土木系比较像 那也就是说他们需要的微积分是力学的那部分 特别是计算桥梁之类的那种比较复杂的扭力硬力这些东西 那这种微积分呢 对我们资工领域没有用 我们资工领域不需要去计算力学的这种东西 所以我们的方向有点差异很大 那所以要不要修这一门微积分 请你仔细考虑一下 因为我会建议建筑的同学 如果就算你们系上如果没有开微积分 他一定会再开给你们修 不然你们会逼不了业 那所以不用急着去修微积分 第二个是如果你真的想修急着修微积分 先把它修完 那最好是找土木系的微积分 或者是找一些老师他所上的微积分不是特制的 不是针对像我们是针对资工额特制的微积分 那你就会看到我们教了你很多像 富利液转换胎的展开式 然后那个拉普拉斯转换 结果你回去之后你会发现我们 我们那边需要的微积分不是这个 那微积分其实是一个很多样的东西 所以如果跟你的科系往往是有关的 但是在过去 我大学的时代我们的微积分都是由数学系老师上 所以他们上的微积分是纯数学微积分 那又不一样 纯数学微积分跟你用在建筑土木或者是电子领域 那又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所以建议你去上一个跟你专业比较符合的微积分会好一点 OK 那这是我的建议 但是如果真的你要修这门课OK 但是我们会看看就是说座位坐得下 那如果座位坐得下的情况之下 我会帮你开上线 然后让你们选进来 那但是先提醒一点就是内容不太一样 那这是我们所用的东西 那所用的课本 那课本原则上我上课的时候 我现在都会用这一本来讲 那这个是已经汇租成PDF电子书的连结网址 那这个是我编的原始档 那我是用LibreOffice编的 LibreOffice就这个 这个Office 它的用法反正你就下载了就会用了 跟微软的Office 尤其是2003之前 2007之前的很像 2003之前 2007有一个大改版 那它跟Office2003之前的很像 所以你下载安装应该没有问题 有200枚 所以下载会比较久 那我这边刚好我也想把它装起来 所以我下载给各位试试看 那很容易啦 下载完之后就点两下 一直点下一步就可以了 各位回去 如果你想要自己改造我的档案 可以 这是合法的 为什么 我是从它的改造过来的 它的是放弃版权的 OK 另外我会加一些像维基百科之类的内容 维基百科的内容呢 是创作共用的所有权 那所以呢 我们只要采用同样的创作共用所有权 来释放这个原子那个电子树的授权的话 那我们就没有违法 OK 所以如果你拿我的这一本去改 请你也要同样用创作共用的授权来 来释放你的修改完的作品 那采用什么样的授权我们等一下会看到 我们先直接来看一下我们的这本书的样子 内容 那原则上上课的时候呢 之后可能各位都会都会一直看到这本书 那今天有个同学跑来问我一件事情 就是 那我们这门课到底要怎么上 因为可能有些同学从来没有上过 有一个老师用的是电子书 那这样子 没有办法做笔记 没有办法画重点 那这是一个 一个你应该可以自行解决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 如果你很想要有这本书的纸本 你可以把它印下来 把它印下来 但是请注意 因为我们这个书的排版格式 是刻意排版成投影片格式的 所以当你印的时候 你可能 如果你用A4的纸印 你可能一张A4印成两页 可能会刚刚好 印成两页 然后把那个边框尽量扩大一点 这样子可能会刚刚好 因为A4的纸其实比较大 那如果你今天呢 不想印出来 其实有一个办法就是 你直接抄笔记就可以了 那另外一个是 你直接下载我这个档案 你直接下载我这个档案 就是就是这个ODT档 然后呢你直接在上面去加注 你想要做的注解也可以 那当然你这时候你就必须要 惯例BREOFICE去加注 好 好所以这是我们课本 就是其实是采用英文的课本 但是我自己呢 再加上了一些我自己的解读 之后呢就形成一本新的书 OK 那这是我们这学期所采用的做法 那我们这本书上面 其实都有标示它的授权 所以各位在使用的时候 请记得这个授权很重要 如果你不照这个授权去释出你的 后续的书籍内容的话 那你就违法了 所以请注意 那第二个是我们这里 我把它的主要内容列在这里 第一个 我们有连续数学 其实这个要怎么讲呢 各位 所以你现在一年级上学期 你的微积分上完之后 等到你一下二上 你应该各自都会再上到一门数学 那其中一门叫做离散数学 那另外还有一门是线性怠数 这两门应该都是各位的必修课 那再来的像有几率统计 那可能是各位的选修课 那我们这一门课呢 特别跟哪一门数学会做对照 就是会跟离散数学做对照 为什么跟离散数学做对照呢 因为微积分其实是连续数学的意思 之后你看到内容 你就会知道我们为什么说 微积分其实是连续数学 那 资讯系其实比较常用到的数学是离散数学 而不是连续数学 那因为各位知道电脑的表示法 基本上电脑只能表示两种东西 对不对 那两种东西一个是零 一个是一嘛 只不过它表示的两种东西呢 可以是零的串 零和一的串列 所以 它感觉好像千变万化 其实 最后还是零和一 那 当你只有零和一 零和一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学数字啊 我们通常叫这个零和一 其实 这个零和一的领域 我们叫它叫不灵代数 OK 那它其实是一个数字领域 也就是说 0 1 2 3 这种离散的数字领域 那我要表示三怎么办 我没有办法表示 我只有零和一 我怎么表示三 怎么表示 只有零和一怎么表示三呢 就用 0 0 0 1 1 0 1 1 对不对 这样子你就可以表示0到3了 那如果我要表示7呢 就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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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然后一直到 1 1 1 就是7 OK 所以在 在离散数学里面 其实它所谓的离散就是指我们表示法上面本身就是这种不连续的数字 不连续的数字 那各位知道什么叫连续吗 所谓不连续的数字就0 1 2 3 4 5 这种不连续的数字 那连续数学是做什么的呢 什么样的数字是连续的 来举个例子好了 请问π是多少 3.14 159 2 点点点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后面的点点点还有多少 有没有人可以把π完整的写给我看 完整的一字不漏的写给我看 好 写不完对不对 OK 有同学说要写不完 OK π基本上是一个无理数嘛 他没有办法用分数写出来 也没有办法用小数写到镜头 OK 那这时候 电脑要怎么表示拍这个东西 各位觉得呢 就叫π 很好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怎么讲 就是 就是 几乎都是完全正确的讲法 但是呢 这里有个问题 那我现在问你说 拍的前20位是多少的时候 请问你该怎么办 有没有同学有办法告诉我 Google OK 那各位可以先来Google一下好了 那如果我告诉各位 说OK好那拍的20位你知道 那我想要100位 在Google 对不对 那 要1000位呢 在Google Yahoo Yahoo OK 好 很好 那总有一天你一个位数到达某个某个位数之后呢 Google Yahoo通通都没有 对 这时候你怎么办 对于城市的人呢其实有一个办法 写城市的人可以给你一个城市 你指定说我要几位他就告诉你精准到第几位 但是呢你要等 如果你今天说我要1万位他要算很久 但如果你只要5位他马上就给你 这种就是电脑他可以给你一个有限的拍的精准度 但他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无穷 这里其实会衍生出很多我们电脑领域的数学 这些数学其实很诡异 电脑领域的数学其实有些很诡异的 那我来举一个例子好了 电脑领域的数学里面呢 这个各位未来离散数学你会学到 我先举个鬼论 鬼论就是 不是看着鬼那种鬼论 就是鬼论就是很诡异的言论 那什么样的鬼论呢 有没有听过自相矛盾这句话 自相矛盾这句话成语是怎么来的 有一个人他卖毛 又卖盾 然后他怎么介绍他的毛 他说我的毛是全世界最锋利的毛 任何的盾都可以刺穿 接下来呢他又说什么 就拿出来他的盾说 我的盾是全世界最坚硬的盾 任何剑都刺不穿 好 那接下来就有一个人 觉得很疑惑跳出来问他说 那请问如果你用你的毛 吃你的盾会怎么样呢 OK 要回家问爸爸吗 是不是 OK 好 好 那这个看起来 其实各位小学可能就听过这个故事 小学你会听到自相矛盾这个故事 但是我们现在是大学了 不太一样 我们再给各位一个鬼论 稍等我觉得我麦克风有点太大声 弄小声一点 是喔 OK 那可能我自己觉得太大声 好 那 以同样刚刚的自相矛盾的例子 我们来讲一个例子 看各位有没有办法解答 这个例子是 有 这个叫罗素悖论 是罗素提出来的 那罗素悖论是跟理法师有关的 跟卖毛和盾的人没关 那 跟理法师什么关系呢 我稍微描述一下 罗素悖论讲的这件事是 有一个理法师 他生活在某个世界上 对吧 那 那个世界呢 假设人很少 所以呢 他 可以做完他想做的事 是 假设人并不多 比如说那个世界 就只有50个人 或100个人 那 这个 理法师活在那个世界上 然后他宣称说 我 我要为所有 自己 理头法 我要为所有 不自己 理头法的人 理头法 但是呢 我不为任何自己理头法的人 理头法 OK 就这样一句话 我 我要为所有自己 所有不自己理头法的人 理头法 但是我 不为任何自己理头法的人 理头法 OK 有点吃葡萄不土葡萄皮的那种感觉 对不对 那 请问这句话 他有可能做到吗 各位觉得 他只要不剪头法 可是这样他就没有完成他的宣誓 对吧 他如果不剪头法 那他就没有替任何一个人剪头法 那他就没有替所有 你说他不帮自己剪 OK 他不帮自己剪 那他不就少一个吗 对啊 那他就没有做到 你已经看出答案了 几乎是 OK 所以告诉我吧 他的矛盾在哪里 没有 就是 他说他要做这件事情 跟别的理法师无关 就算有两个 也没关 因为他说他要做到这件事 你先告诉我矛盾在哪里 你不要急着去帮他解套 你不用帮他解套 这个 这个规定已经规定了 你去帮他解套 反而 反而越讲越不清楚 你先告诉我矛盾在哪里 为什么 为什么他永远没办法帮所有人力 对 对 如果他帮自己理会怎么样 他就违反第一条 对 他就违反第一条 那如果他不帮自己理呢 他就违反第二条 对 OK 如果他帮自己理就违反第一条 不帮自己理就违反第二条 所以他不管怎么做他都违反了其中一条 所以他做不到 OK 那我再讲清楚一点 如果我 我这个理法师到底要不要帮自己理头发 如果我帮我自己理头发 那我就帮了一个自己理头发的人理头发 违背了我的宣言 如果我不帮自己理头发 我就没有做到帮所有不自己理头发的人理头发 又违背了我自己的宣言 对吧 OK 所以呢 他做不到 他说的事情 基本上是不成立的 也就是在逻辑上他是谎言 OK 好 那 这种逻辑的谎言 跟我们刚刚讲的离散和连续有什么关系 这个 你再念下去 你念到离散数学之后 或许还不会讲到 等到你或许有一天你想不开 想不开的时候你去念博士 或之类的 那你可能就会碰到 说老师教你这个东西 教你罗素悖论 然后再教你一堆奇奇怪怪的数学 然后说这个是计算机 电脑的 的哲学系统 OK 那 那那个东西叫做计算理论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 到底 刚刚那个悖论跟 跟 连续和离散有什么关系 我们可以用刚刚那个悖论来证明一件事情 这个证明叫做对角证法 那怎么证明呢 啊 啊 这个证明来 我稍微 稍微 来 做一件事好了 让各位 看那个东西 我开记事本 什么意思呢 来 各位去想想 哦 请问时数有多少个 我现在讲的时数就是那个像π 这是个时数 对不对 有小数点以下的那个东西 OK 那1我们上礼拜讲过的1自然对数 也是一个时数 OK 那时数到底有多少个 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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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大部分人都会知道无限 那请问整数有多少个 也是无限 那时数比较多还是整数比较多 一样多 差不多 一样多 OK 有人说一样多 很好 其实 一般人都会这样想 对不对 既然都是无限嘛 那应该是一样多 对不对 对啊 但是从这里就衍生出来 一门我们资讯领域 比较深的数学 我可以 有那个数学家 就脑袋去想这种事情 那 反正数学家都是这样 对不对 那脑袋不断的去想这种事情 到底时数比较多 还是整数比较多 最后他想出一个办法 说 时数比较多 好 为什么时数比较多 在同样一个范围里面 时数会比整数多 但是如果是放到无限的范围呢 这个就是他的问题 那那个数学家证明说 在无限的范围里面 时数还是比较多 那怎么证明呢 来 来 我们 稍微看一下一个表示法 假如我今天想表示 0到1之间的时数 我可以怎么表示 0到1之间就好 范围很小 对不对 0到1之间的时数 我通常是这样写 0点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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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然后 最后1 对不对 它可以多长呢 无限 对不对 一直下去 好 那这边呢 我这边就01嘛 好不好 那这边就10嘛 但是请记住 这个不代表它有限 它后面还有 OK 那所以我让每一个数字呢 就这样列出来 但是每一个呢 都不一样 OK 每一个都不一样 好 那接下来就有个问题了 我这样子列下来 假如我可以把时数 从时数第一号 时数第二号 时数第三号 一直排排下来 排到时数无限号 假如我们可以这样子 就这样把它 把时数就从头到尾 就这样列完了 那问题是 我怎么知道你真的列完了呢 你有没有骗我 你有没有漏列 那这里就 我们直接反应说没有 好 但是呢 我们可以证明 你至少漏列了一个 你至少漏列了哪个呢 来 我证明给你看 就是从这个小数点开始 我第一位 我去建构一个时数 这个时数呢 第一位跟你第一个数字的 第一个位不一样 OK 第二个01呢 跟你第二个位不一样 了解吗 那第三个01跟你第三个的第三位不一样 好 就这样列下来 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个对角 跟你通通 对角上至少都不一样的 好 得到这个对角都不一样 它可以到哪里呢 无限 因为时数的后面的的的的0与1是无限的 OK 所以你这样 这样子列下来 至少你找到一个数字 跟它任何一个数字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说你至少少列了一个 但是这是以二进位来看 你少列了一个 它如果以十进位来看 你少列了多少个 那就不得了 十进位来看 我每个都有九种可能的选择 跟你不一样 那其实到底是有列上去的比较多 还是没列上去的比较多 我们也没办法回答 对 但至少我们知道说 你一定有漏列 好 那这就证明了一点 十数的无限多 比整数的无限多 更多 所以我们要给十数的无限多一个新的名字 叫做不可数无限多 整数的无限多叫可数无限多 整数的无限多是你从0开始一直数到无限大 你可以数完的 但是十数的无限多呢 是你没有办法数完的 所以它叫不可数无限多 维基分探讨的领域其实是这种十数 不可数不可数不可数无限多的领域 所以它这里会有很多很多 就是你在电脑上面你要表示的时候 会造成困扰的问题 但是呢 往往我们都可以用一种离散的方法去接近它 去让它非常准 准到反正你也不会想去在意小数底下的那些位是什么 OK 那这就是我们 维基分跟离散数学不一样的地方 离散数学看的是整数 维基分看的是十数 好 好 所以呢 我们这门课维基分 其实它是连续数学的第一门课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上资公系呢 那恭喜你 你上完维基分之后 你几乎很少再碰到连续数学 但如果你是譬如说土木系呢 那你要一直跟连续数学打交道 OK 但是 我这样讲其实是不太对的 因为 等到你学到更深的地方 有一天你会回来发现说 我又用到维基分了 OK 那那个我们上礼拜有跟各位讲过 比如说影像压缩 影像辨识 语音辨识 讯号处理 复利液转换 这些东西你会发现 我又用到维基分了 回分方程 那这个我们希望说把城市领域的维基分一网打进 其实这个 我觉得这个目标其实是有相当的困难 要把它一网打进 我们要讲这些事情 第一个连续数学 第二个工程数学 第三个单变数的维基分 这个是维基分一定要交的 单变数维基分 而且大部分的维基分课本 只交到这里就结束了 最多呢 再交你一个多变数的维基分 就真的结束了 但是我们呢 不只我们还得交 复利液转换 拉普拉斯转换 向量 电磁 产 微分方程 这些属于工程数学领域里面的东西 所以我们书里面会有这些东西 还好我们采用的那本英文书 他什么都讲 他连我们现在这边没列的他也讲 所以我觉得那本真的很不错 那那个是 这位人兄 我们要纪念他一下 他应该还没死 所以我叫他纪念也不太对 那Syn 就是这位人兄 那他是 他是加州理工学院的 博士 我不确定他到底是数学领域的博士 还是哪个领域的 但是他也写的这本书 其实我觉得蛮棒的 那可是 偶尔我们会参考一些 比较实物的内容 比如说我们会参考物理学里面的内容 那OpenStates 这是一个 Rise Rise University 就是稻米大学 那稻米大学的那个 的不知道哪一个小组 他们去创办一个叫OpenStates的计划 然后这个计划呢 就是 就是打算出版一系列的教科书 它都是很高品质的一系列教科书 那我们点给各位看一下好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OpenStates College 那他这边有Hour Books 这个就是那本物理学 那你可以从里面去下载 Get a list book 那有PDF档啊 WebView 我们看一下WebView就好 因为PDF档下载可能要一段时间 那从这里进去 OK 那你会看到它跑到另外一个网站 这个CNS叫Connections 也是也是属于电子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网站 那我们从这边呢 就可以点进去 然后呢 奇怪 我没有看到 哦呦 这个就是它的内容了 那这个就是它的物理学 像这个 这是一本物理学 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变成PDF档 那我记得我好像有下载过 看一下 哎呀 真的在这里没有 没关系 好 所以呢 我们会参考这几本书就对了 那这是 这是我们的课本 那另外呢 这一个OpenStates的授权是 创作共用的姓名标示 所以我们可以用 因为我们的授权是姓名标示 非商业性相同方式分享 它是它的限制比较多 所以我们可以容纳限制 那我们也会从维基百科去找一些图片 主要是图片来用 所以我们维基百科也是用姓名标示非商业性相同方式分享的授权 所以如果你要去修改我这本书请你要注意这几件事情 就是你要保留授权不可以作为商业用途 然后同样采用这个授权 这个其实不必要啦 就第三点其实并非这一个姓名标示授权所规定的 所以原始文件有没有公开 在这个授权上面其实是非必要条件 但是我都会公开了 那接下来要给各位说明的一件事是 第一个我不是教数学的 我是各位未来都会修到我的程式课 而且你会发现你四年当中可能会修了我的十几门程式课也不一定 那所以呢原则上我是教程式的 所以当我在看数学的时候 其实我我在看的事情是这个东西要怎么写成程式呢 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所以你看到我在教数学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其实我是在讲程式 只是可能我没有办法直接讲程式 因为这门不是程式课 所以我只好讲数学这样 那这种做法有点怎么讲呢 我觉得各位在学数学的时候 可能要注意的一件事是 数学是那种你根本就不知道它到底用在哪里怎么用的那种东西 那有一天你用到了你会发现说 哦原来是这样 但是呢像程式是我一开始我就知道它用在哪里 我一开始就知道说这个东西是有用的 那这两个是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学科 那有不同的特性 那我们如果你有看武侠小说你会发现武侠小说里面有几种不同的练功方式 各位打怪那个我就不知道了 那武侠小说里面的练功方式有有几种 第一种呢是你去拜师之后呢 那个师父就一直叫你蹲马步 好每天都去蹲马步 然后蹲到一条腿有两条腿出的时候 你就大概大概已经OK了 那这时候他才教你开始说OK 那我们可以来练点武功了 好这是第一种 这种叫做气中的练法 那气中的练法其实就像数学就是这种方式 他不告诉你用在哪里 他告诉你说OK 你就来练你就来练数学就对了 数学是一种怎么讲基础学科 那大家一定会用得到 那就很多人有疑惑对不对 我今天去买菜 我没有需要用到维积分 你去跟买菜的奥巴桑讲维积分 他一定会觉得笑 维分胜得胜的 几分胜得胜的 对吧 胜得贵的 OK 那 这种你看不到用途 OK 所以 如果你想当 譬如说你如果想当比尔盖茨 你想当王有庆 其实你也用不到 对啊 贾博士的维积分很强吗 也不会啦 那 所以 这种东西你说 在日常生活上 他真的是 看不到用途 但是 要告诉各位 有一句话 应该是庄子讲的 那老子也常常讲类似的话 这句话叫做 无用之用 无用之用 就是说那种没有用的东西 他的用途 那之后呢 其实他好像没有讲下一句 那我们把它补上去 无用之用 乃为大用 那种看 不知道有什么用的东西 最后往往他很有用 那这个就是 数学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后 你会发现他们进步很快 为什么 我们知道 西洋人会做 大炮 电脑 之类这些东西 都是他们发明出来的 但是 为什么他们能发明 为什么中国人发明不出来 中国人发明了很多很多东西 譬如说 这个各位都知道 印刷书 指南针 照纸 这些东西 各位都知道 但是 这些所谓的三大发明 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发明 但是不能够以今天的角度来看 你要用什么时候的角度来看 用工业革命以前的角度来看 那三个发明是重要的发明 但从此之后呢 又发现 我们被人家打好玩了 别人跟你要多少钱 你就得给 为什么 跟数学有关系吗 在民国初年的那一代的人 像胡适他们那些人 其中有很多 出去 出国 就是为了要学 科学 然后学回来 那他们学了科学 他们往往学那个应用的部分 所以他们说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也就是说 他们认为 我还可以是 是可以用中国的学术当根本 然后用西洋的学术来辅助就好 或西洋的工业的那些技术来辅助就好 那他们学学学 学了之后就会发现说 不行 没有办法 为什么没办法 西洋的那一套不只是 不只是用 它有很多看起来没用的东西 到最后 它全部都用在 它的大炮轮船 发射火箭的那些东西上面 它不只是一个 你可以移植一部分 却不移植另外一部分的东西 OK 那像 数学就是其中 它们体的部分 你把它们的用移植过来 你体部移植过来 最后你会发现 你还是没有办法比它们好 甚至远远落后人家 OK 那同样的数学和电脑或数学和程式也有这种特性 你会写程式很好 那你马上就可以用 你是用建筑的方式 我马上写了 我发现说 我今天已经学会C元了 我可以写很多 我会的JavaScript 会的CShop 我可以写很多 但是 当你碰到真正困难的问题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我写不出来 哪些是真正困难的问题 你想让电脑变得跟人脑一样有智慧的时候 那些问题通通都是困难的 所以在我们的系上的一个领域 其实开的课算是蛮少的 那那个领域叫做人工智慧 这个后面衍生出来有很多很多课程 比如说自然语言处理 比如说影像处理 语音处理 语音辨识 影像辨识 OK 那还有 还有像机器翻译之类的 那你会发现说 在台大清大交大 他们这类的课开的多得不得了 几乎全部都是这个课都看不到 看不到那个基本的课 就是没有老师要开 那我觉得那是个极端 那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极端 那我们这边也是一个 有点极端 就说我们那边的领域的课 几乎都没有 有的话呢 往往也把数学的部分拿掉 OK 因为 为什么不敢教 因为内功不足 内功不够了 你去要求说你要先有内功你才可以修的这个课 就没办法修了 OK 好 那这是 这是我们这门课 我们希望说 OK 它是一个理论课 那我先告诉各位 怎么用 回过头来 我再告诉各位一些理论 然后再告诉各位怎么用 我们希望采用这种方式 那这也是为什么要特别为城市领域打造 因为 因为 要用一定要跟你的专业有关系 好 好 那我们这门课的内容 第一张 其实是简介 但是它不只是为积分 我们必须要把一些基础的数学都先建立 那所以一直到函数啊 数学符号怎么念 那这些我们第一章里面会讲 第二章我们会讲维分 函数的极限 连续函数导数 引函数维分 极大极小 均值定理 这些东西 那各位可以注意到 就是说上礼拜我们给各位看英文的目录 这礼拜给各位看中文的目录 那 各位可以直接看英文就直接看英文 那如果你真的觉得这样很痛苦 中文目录先看一看 你应该会有点概念 但是我里面呢 我还是会贴它的英文内容 大部分我不可能 完全重写这本书 要花的时间太久了 等我写完 你们为积分早就上完 所以不可能这样做 所以我必须要投机取巧 就是我先把它的东西截取过来 但是至少标题 我中文化了 所以你应该至少知道 那一个小节在讲什么 那你再去看内容 可能会比较容易一点 好 接下来 有一半君子定义 抱歉 我不小心按到目录的内容 结果它跳到那一页了 应该有回到上一页才对 好 所以在积分的部分 不定积分 积分的技巧 变数代换 部分积分 部分分式 是辖积分 有瑕疵的积分 分段 无限大的情况 那这些是积分 这一章的内容 那 我们其中考至少要交完第三章 这是最少的 但是我是觉得可能还会再更多 第四章我们会加负数 也就是有虚数的那个东西 有虚数的那个 OK 那就负数 负平面 极座标 负数的代数 之类的 负数的次方 这是第四章 负数 那第五章我们加无穷极数 无穷极数跟 微积分 其实是 你会发现 微积分最后最有用的 其实就是它无穷极数的那部分 至少对 子宫领域而言 无穷极数的部分 是微积分里面最有用的 为什么 因为它 可以做到 比如说 逼近 那 比如说 收敛 微分极数 积分极数 那 用在 函数逼近上面 就可以用胎勒展开式 或者是 用油拉数再去做 做逼近的话 你会发现说 油拉负函数 就我们 上礼拜可能有提到过一点 1的IS 脂肪的态勒展开式 那个是非常有用 就会导出 负利液极数 那 接下来就可以导出 负利液转换 负利液积分 余旋转换 正旋转换 负利液反转换 离散负利液转换 快速负利液转换的演算法 用在影像压缩上面 所以就要对转换 这个东西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了解 所以我们会看 对偶函数 对偶空间 这个都是属于转换的数学原理 微分的对偶空间 好 积分型对偶空间 坐标转换这些 然后之后就拉普拉斯转换 到这里呢 基本上单变数的微积分就讲完 单变数的微积分讲完之后呢 我们可能不见得还有多少时间 那如果还有时间 就会讲多变数微积分 那就是向量和场 那向量和场 其实就是用在电池学上面 那电池学上面的数学很难 我现在都还没有摸得很清楚 所以这部分我们能讲多少 就讲多少吧 那你要告诉 你可以去问那个做电池领域的人 他们那个领域的数学 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你再去问数学家 专门做向量场的人 你再去问他 向量场到底是什么 他们给你的答案可能是完全不一样 两个人看法可能会天差地缘 那向量场之后 向量微分 向量积分 长微分方程 偏微分方程 就结束 那目前呢 我们的页码已经编到321 不过各位这个页码有点浮边 为什么 因为我是小页的 我为了要做成投影片 所以是小页 所以他的300多页 其实跟人家的100多页 大概差不多 OK 后下课时间 先休息10分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这样的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本篇 像 这样的情况 大家